4月24号,主题为《格物置之扣问苍穹》的第八届中国航天日活动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 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现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校区, 用自己的航天经历为现场五百余位师生分享了梦想的力量。 共同努力,不断奋斗,把握人生出彩的机会,把握梦想成真的机会, 把握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梦想其实并不遥远,只要我们努力地踮起一脚尖。 会上,刘洋向师生们介绍了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发展战略, 以及他和战友们共同执行神舟九号、神舟十四号载人航天的飞行任务。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同学们, 要实现梦想,就要有蜗牛爬金字塔的精神。 记不得有多少个夜晚,我是搬着自己的双腿上楼, 再把双腿搬到床上。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年半的转校考试时, 我的体育成绩向向全无。 如今啊,每当我仰望星空的时候, 内心都是无比的激动。 因为我知道,有一座我们亲手建造的太空之家正遨游苍穹, 这份成就令人心潮澎湃,无比的骄傲与自豪。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面向广大少年儿童开展的形式多样, 体验丰富,内容创新的工艺性科普活动。 旨在用航天科技作为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 鼓励少年儿童崇尚科学,热爱航天, 培养科技思维和科学素养, 为少年儿童助劳敢于追梦,勇于创新的基础。 儿童青少年是中国航天的继承者,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 当我国由航天大国走向航天强国, 越来越多的少年儿童开始关注地球之外的世界, 向深沉大海迸发出梦想的种子, 保护和激发孩子们的探索欲和好奇心, 是帮助他们梦想成真的动力。 据介绍,此次活动特别邀请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春蕾计划部分女童代表现场参会, 全国各地部分春蕾女童以及贵州戎江松桃两县的中小学生 约百万人实时同步在线收看了报告。